参加今年超冷煤腹部超音波检查的民众 认为趁着做免费腹部超音波的机会 了解有没有肝脏方面的问题 非常好也非常重要 肝脏是一个没有声音的疾病 所以检查可以提早发现 可以提早治疾 预防生理疾病 响应2022世界肝炎日 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和财团法人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联合举办今年超了煤 全民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活动 才网络预约 100个名额开放不到2个小时就全数而满 可见民众对于自己肝脏健康的重视 那这样肝病其实是在过去 我们十大十年里面 其实是非常排序 前面几年的疾病 特别在肝硬化肝癌 整个变化的里面 中间需要很多的一些检查 特别是在超音波 特别是在我们的一些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这一次一起参与 心肝 心肝 这样就可以所有民众做筛检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 比如说肝癌是一个所谓的沉默的癌症 那有时候发现呢 都已经是默契 所以我们再次呼吁 符合条件的 可以在这个部分有疑虑的 包括你有过去长期的V型肝炎 或甚至就是你有这个肝硬化的这个疑虑 都欢迎来我们基隆医院 一起做这个好心肝 这个超音波的检查 我也希望再次把这个所谓的肝病肝癌 从我们国家所谓的国齿病里面 都能够抹去 祝福大家 所有我们近14年 带着个健康平安 卫福部基隆医院院长林庆峰进一步表示 肝脏是沉默寡言的器官 在人体负责解毒消化以及代谢 肝脏一旦出现状况 即使民众可能只是觉得疲倦无力 往往已经发生严重的问题 因此提醒民众尽量保持正常作息 不熬夜多摄取新鲜蔬果 避免暴饮暴食和烟酒 维持适度的运动习惯 就能够保持健康保护好心肝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